西貢 是香港人心目中的後花園 離開鑰市不用半個小時車程 就可以在這裡的郊野公園享受大自然 美景當前 發展商看到的竟然是商機 在郊野公園裡面的私人土地 近十年來不斷有人收購用來發展 有起私人俱樂部的 又有計劃大興土木發展房地產 這一片靈靜樂土從此封煙四起 黃明是西貢居民 因為向往鄉郊生活 十幾年前搬入波羅茲生活 近年 他眼見附近不斷有新的工程發展 擔心會影響當地的自然生態 所以五年前 他聯同一班居民 成立了一個叫做西貢之有的組織 關注西貢的發展 這一天 他和一班義工就在大網仔做生態調查 這間屋就是右手邊這一間屋 我們所在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現在看到 是一個相對窄牆的一個濕地 本來是一個水道田 我相信 這裡周圍全部都是家庭公園 我們曾經知道有發展商計劃在高爾夫球場 黃明說 不少發展商在西貢大量收購農地 很多仍然在郊野公園範圍 很多人對我們誤解 就是覺得我們這些保育人士的眼中 只有青蝙蝠蝶雀 因為這個真態裡面 我們要看看我們現在所處的什麼地方 如果我們今天所處的一個 一個郊野公園 或者是保育地 既然畫了一個郊野公園 或者保育地 或者生態價值高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應該以這個土地的用途 做一個考量 我們就應該尊重這個土地的用途 如果是保育地就保育 郊野公園應該是有限度的人類活動 以現在香港大家都明白 灣仔 四五百呎 賣五百萬的時候 西貢的丁屋也水漲船高的時候 然後那個發展壓力和利潤 那麼大的時候 我就不太相信 作為有那麼大土地的發展商 那個土地擁有人 會輕易放棄這個利益 許晶是西貢南山村的原居民 三年前在英國讀完書 就回來香港發展 她因為方便工作 而不選擇住在西貢 不過她對老家所在 始終保持一份濃厚的感情 其實在抗日戰爭的時候 這些村都仍然存在和有發展 五十年代尾甚至六十年代 都還有建新屋 也就是說真正的變化 是在七十年代之後 我想所謂神中追遠 不是說 回鄉下祭祖 拜祭祠 那麼簡單 是的 我想始終還有一部分的原居民 哪怕是我們那些比較年輕 都會來自於哪一片土地 我想那種感情都在 許禁說西貢成為雜水區之後 很多村落因為欠缺水源 令到耕種困難 所以村民陸續移民去英國打工 他的老家南山村 也因為這樣而變得破落 旁邊這一間是用一個非常之低廉 可能是幾百至不超過一千的價錢 這樣越租出去 其實目的都是讓他們維持回家的維修 如果不是像這些屋 因為很多原因 譬如戰亂 譬如年輕人出了外埠等等 只要一離開了這個地方一段時間 基本上都很難再做一個維修和發展 所以這裡原先有七百間的屋 現在全部都變成退換拜雅 這裡的村民很多都出外不打算回來 有些甚至將祖宗的田地變賣 但是許禁就說自己沒有這樣的打算 我們嘗試去做一種模式出來就是說 又不發展高樓大廈 又不只是說養草養蚊 就算是建屋 都是推廣一些所謂的綠色的生活 一些有機的生活 一座大山裡面沒有鳥 我們不會覺得它很漂亮 一個山窝裡面沒有村莊 我們都不會覺得它很漂亮 其實我們心目中最漂亮的那個西貢 已經消失了 九一年 政府修訂城市規劃條例 將鄉郊土地發展納入監管 即是說 所有新界鄉郊土地 都會先納入分區發展圖籍 規範土地用途 如果要改變用途 就要向城規會申請 條例修訂到現在快二十年 但是還有五十幅 大部分位於郊野公園的私人土地 未納入分區發展圖籍 當中大約三分之一 就在西貢 其實我們第一站都是去赤敬 陳劍青是大學地理系的研究生 他和一班年輕義工 一向關注鄉郊土地發展 兩個月前 當他們聽到西貢大浪西灣 有人動工展開工程 就立刻組團 去現場實地考察 原來很多農地 不是全部都是私人農地 大老延城應該在發展的過程 我們查到 就是他吃了很大片的官地 就是最正途的做法 就是入城規會 然後申請官地 同時間一起發展 然後最後就是補地價 或者原子換地去處理 對 大浪西灣事件引起保育團體的關注 他們於是翻查地契買賣紀錄 結果發現 除了大浪西灣之外 沿海赤徑 榮樹澳 土瓜瓶 和麗芝莊 最少有十間公司 已經從村民手上 買入大批的私人土地 剛剛那張規劃圖 它有個位置 政府都畫了給它 一些丁屋去建 所以其實你說 規劃了之後 是不是都保障到 郊地公園 其實都是一個米 在輿論壓力下 城規會近這兩個月先後 將西貢的大浪西灣 海夏和白納 納入發展審批地區圖 即時 將這些地區的土地發展 納入監管 西貢很多例子 其實不是不可以發展 這麽大的地方 如果畫了做農地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是不是這個農地 可以維持到多久 因為根據現在的條例 土地的持有人 可以提出申請 即便跟土地用途 只要公眾諮詢那裡過了 只要城規會那邊過 其實是可以做的 黃明說 引用發展審批地區圖 阻止鄉郊土地受到破壞 其實是早有先例 2004年 他從村民口中聽到 森聰這一大片私人農地 賣了給發展商 用來建哥爾夫球場 配合附近要建的大型豪宅 和度假村項目 當時 森聰這一片在郊野公園的私人土地 也都未受任何的規管 黃明於是聯同環保團體 申請將森聰指定為發展審批地區 成規會考慮到這裡 是全港12個高度生態價值的地區之一 所以 兩年前頒布 深沖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將發展商 計劃用來建高爾夫球場的鄉郊土地 撥回到農地用途 不過 黃明說 這個只是權宜之計 發展商日後可以向城規會 申請更改土地用途 所以始終未解除他們的擔憂 深沖這個地方 似乎我們要做保育的時候 似乎用的方法就是跟發展商鬥長命 鬥長命 所以鬥長命就是 只要經濟利益這麼大的時候 發展商是不會輕易去放棄 而偏偏香港在很多的保育政策上 或者規管上 很多流動 很多空子可以被人轉移 發展商也是創勢大 在這方面他們有很多專人幫他想辦法 我們這些 一界平民也沒有資源的人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 時刻都要看著這個發展 西貢海峽村 背山連海 對出就是海岸公園 海底生態極為豐富 不過海邊的農地 最近成為發展商的浪中物 發展商還計劃在這裏 根據賣樓的資料 可以看到豪宅的位置 正正坐落在海岸公園的範圍 而且由於部分農田已經淹沒 發展商用傳統的方法起樓 就可能先要填海 嚴重威脅那裏的生態環境 許禁這一日來到海下 重訪外婆的舊居 她說海下這裏有馬路直達 比自己鄉下南山村更加有利發展 所以當村民跟她說 已經有財團來收購土地 覺得一點都不出奇 我相信將來如果真正是 某某財團發展的話 我們都不會反對 因為她也是做一個保育的 發展之中還是要做一個美化環境 應該我們就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譬如她有很多設施 她都有很多部門去管制她 如果她蓋這麼漂亮的別墅 她不是說一兩百萬 或者三幾百萬 或者一千萬的 她超過一千萬的樓 已經不是普通人住的 級數已經有回到上下 我想會帶動這條村 會水漲船高 我們有屋的有資產的 當然會更勝一籌 就是這樣 翁太說她想周圍環境可以發展 兩年前一早把農地賣給幾個財團 許禁雖然都是西貢人 但是她對鄉郊發展就有另一套意見 這些物業應該跟本地的社會 本地的文化有一個聯繫 而且無論從居民的身份也好 各方面也好 他們應該是開放的 有市區人有原居民 有日本人有西方人 都是可以的 但跟西貢本地的自然和人民條件 是絕對不能夠斷裂 就是一進來就看到整個海峽村 是 真的是這個位置 其實現在浸了那個位置 那邊的石頭 即是各邊都會一直起過去 起到去碼頭那邊 陳劍青不贊成在這麼近海岸公園的位置 大興土木 他花了不少時間去查賣地的紀錄 發現海峽村八幅 現在被海水淹沒的農地 已經賣了給幾個財團 屬於將來豪宅的地盤範圍 對面它是有個 豪宅會起在對面那個沙洲的位置 它起了之後 其實它不可以容許到這種環境在它旁邊 可能變成一些很直不甩的石屎 讓它的水不會侵蝕到沙 刮走了它 而這件事或者對這條河道 其實已經破壞了它本身的生態 這個發展項目被環保團體揭發之後 兩個星期前 成規會公布發展審批地區草圖 即時凍結三個地區 包括海下的土地發展 政府這次這麼急的決定 引起一班原居民的反對 他們認為政府在輿論壓力之下 透過發展審批圖 損害原居民的權益 質疑保育政策 有搶落私人土地之意 反對搶奪私人土地 許正雖然不贊成西貢急速發展 但他也反對政府這次的做法 我想冬結三年的政策 不單止不是治標不治本 甚至是病急亂投意 在不能夠做到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之餘 亦都是損害了原居民的權益 並且激發了社會矛盾 在哪裏 整體現在實質 香港的鄉郊環境 其實是一個什麽狀況呢 例如大浪西灣 裡面突然有些發展出來了 有些草莊 許正因為關心鄉郊發展 而認識陳劍青 現在他們最關注的是 郊野公園裡面的私人土地發展 其實在所謂保護自然環境的同時 我們是看著這些村落去破敗 所謂保育就是要保存當地既有的一些遺產 這些遺產是包括自然生態和社會文化 那是不是將這個西貢 好像放進一個真空袋裡面 封住它 這樣就是為之保存到西貢 西貢大網仔村有一條窄牆地帶 屬於農地和私人土地 而兩邊就是郊野公園 兩年前 這裏獲准起六間丁屋 旁邊說明是保育地 有明確指引 誰知道整個山坡 竟然一夜之間就被人剷走 開工我就聽到聲就上來 就看到他剷了 開始搞了 警察來到 說他在那裏斬樹 開路 他問是私人地還是什麼 我說私人地 警察部門好像不會找餘農處 不會找地政處有關方面的 只能在那裏叫你停工 叫你停工之類的 其實已經一直在那裏剷走 他都不理你 其實作目清楚一點 原來是用綠色帆布 遮住條路 然後又是刮泥車 刮條路上來 走 那天就報警 報警之後也是開了條路 繼續開工的 被應處未來的 開好條路了 這樣就行了 你說停工就停工 這樣就停工 雜水區就是這裏 稍後下去就拍到 第一條橋就是從這裏 這裏搭過來 走完之後 你怎麼走就行了 六十八萬多 六十八萬多 這裏是想買地 開道路進去 我們就要求地政處 封了不要讓車進去 地政是做了的 你看到 封到這裏 那大家走路的時候 有沒有妨礙你們 沒有 那即是說 它是封了 它是封了 它覺得要封的地方 但實際上 封完之後 那些雞頭車 是照上的 一直協助大猛仔村民的王明華 自己在西貢住了很多年 察覺到這裏 有一套先破壞後發展的潛規則 財團收地發展的部分 未必會因為審批圖的限制而停止 先斬後袖 在私人土地 甚至官地上斬樹 平整山坡 起橋開路的事例 層出不窮 郊野公園或者綠化帶保育地 都這麼多非法發展 很多外面的公眾人士 或者一些環保朋友 都會高呼喊現在的保育政策 很多流動 大的保育政策 是要出爐 要精心去規劃 但一些實際在 執行土地上的管制的單位 譬如地政署 我們是要加強去執法的決心 還有我們要 即是有監管 我們不是一定要賭武市區的發展模式 你建的屋 只要營建的模式和用的材料 是符合自然條件 配合自然環境的 不僅沒有壞處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而同時也都令到我們的市民 在大自然裡面生活的體驗 這樣才是西貢的一個角色 雖然政府迅速將四幅 被發展商收購了的鄉郊土地 納入地區審批土職 暫時制止環境受到破壞 不過現在全香港還有五十幅 有成千多公頃 面積相等於七十個維園的私人鄉郊土地 不受成規會法例監管 發展商依然可以有機可食 政府又有多著緊呢 跟隨便是東張西望 多謝 多謝 多謝